大家好啊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江峰时刻和莫神呢 这两天呢我看了一个我浏览那个油管呢 我看到江峰时刻了 已经停更三天了 而莫神呢也有两天没有更新了 这很不正常呢 江峰时刻呢 平常的更新还是挺勤的 可是呢这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更新了 难道是发生什么了吗 是被FBI抓了吗 那他平常呢就在网上鼓动 煽动那个美国内乱 支持支持川粉呢 搞事情搞大事情 他巴不得搞大事情 那占领国会这场运动发生之后呢 他又亲自去了 亲自去现场去观摩去加油打气了 嗯 是不是我还是不是 呃他被FBI抓了吗 抓了呢 那呃 当时呢呃 那个呃 那个官官方呢 我们那个有一个微博叫做呃 反邪教中国反邪教这个官微呢 他说呢呃透露有人已经把它给举报了 向FBI举报了 那我就在想他连续三天没有更新 是不是被抓了呢 是不是被抓了呢 啊 这要是被抓了呢 那个就算挺挺搞笑的了啊 还有摩神呢 呃摩神已经 也两天没更新了 前一天呃第一天没更新 他说是星期天呃 所以休息天休息一天 第二天呢 他又说身体不舒服 所以更不更新了 啊 身体不舒服发生什么事了吗 难道是你得新冠了吗 是不是得新冠疫情了 是不是感染新冠了呢 啊 你的你的铁粉可是很关心你啊 你要给大家 要及时的回复啊 及时跟大家说一下 是不是得新冠了 要得要是得新冠了 那你得那个 可可得要那个给你一个建议 可得要直播一下你的治疗过程了 那也和耿冠军呢 也和何山硕他们学习一下嘛 啊 借鉴一下他们的炒作手法嘛 那耿冠军不是呃装饰吗 装饰获得了很大能量很大观众嘛 你也可以借鉴他的那个做法嘛 你你也可以学习一下嘛 啊 我是我在想呢 如果这两个人一个被FBI抓了 另一个被呃 另一个被那个感染新冠了 那挺 怎么说呢 嗯 我是一方面感到高兴 那那是呢 另一方面又觉得惋惜 高兴就不用说了 这些这些反责们呢 得到这样的下场呢 实在是最有应得 那感到感到那个 嗯 有点有点 有点 有点那个什么 不爽吗 不爽的就是 惋惜吧 有点惋惜之情 就是觉得这些人呢 如果都被 呃 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封杀了 或者或者 停更了的话 那这个油管呢 那不是少了多少乐趣啊 嗯 呃 我看这个 最近这些反责们 有点那个啊 有点不正常了 呃 这些人呢 好儿子也就到头了 这样丧心病狂的 深度参与到美国大选中呢 我想呢 民主党拜登 他并不会 那个无动于衷的 这些人肯定会被修理 会被清算 江峰时刻 呃 还有那个猫神 还有石头记 啊 这些人呢 你们可要小心了 你们可要 呃 想想 想想自己还有活动吗 像 像江峰时刻啊 像 石头记啊 这些人啊 你们就洗干净脖子 就等着被清算 被窄嘛 像猫神呢 呃 猫神呢 长得还让你有点姿色 那你就想想 该怎么 该怎么取悦杨大人呢 给自己争取一条活路了 怎么 怎么打扮一下 或者再怎么整容一下 或者 或者再怎么 呃 把你胸再整整一下 或者什么 啊 取悦一下你的杨大人 或许还有一条生路 要不然你们 你们就彻底完蛋了 嗯 这些人呢 呃 我们上游游管的是 爱国青年的 爱国网友啊 对他们呢 一方面是挺痛恨的 那另一方面呢 又觉得他们挺搞笑的 所以啊 我在想 如果那个 拜登上台之后 把这些人都 都清算了 那 都这些 这些频道都给封了 那 那么 那 那 那这个油管上就丧失多少乐趣啊 没有这些 这些人在搞笑 那 那就要丧失多少乐趣啊 我说所以呢 对待他们呢 我是 一则高兴 二则 觉得有点惋惜 觉得呢 这个以后的油管可能 不是那么太热闹了 嗯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是说 说 说什么呢 是说台湾的两则新闻 第一则新闻呢 是说王浩宇呢 桃园市议员王浩宇被罢免了 第二则新闻呢 是说 博恩 博恩叶叶秀 那个主持人呢 曾博恩 在那个 节目上呢 呃 调侃到说是要把 台湾的莱猪肉松呢 用莱猪自作的肉松呢 销往大陆 自己不敢吃 要销往大陆 呐 今天 聊 这两则新闻 对于第一则 第一则新闻呢 那个 王浩宇被罢免了 呃 首先熟悉 这个台湾呢 台湾新闻的 常看台湾新闻的人 新闻的人呢 对于王浩宇这个人呢 我想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 这个人呢 每天正式不干 呃 就知道在这儿 呃搞反中仇宗 反中仇宗的议题 他曾经呢 还故意制造假 那个大陆的假公文 在这儿污蔑造谣 抹黑大陆 可是呢 就他那点 就他那点伎俩能干什么呢 制造谣言他妈的都都不会那个 连公文格式都是错的 你还能制造什么谣言呢 就这种货色 呃 在岛内呢 就是 有一个称呼叫做 不分区预言 全国不分区预言 也就是说 什么什么议题他都要 插上一嘴 什么人物他都 呃 就是那个国民党那边的吧 只要是和民进党不对付的人 他都要骂 在网上呢 逮谁骂谁 只要只要不合民进党的心意 他就打 逮谁骂谁 这样的人呢 按我说呢 他早就应该 被罢免了 他就是一个跳梁小丑 他妈当议员 妈的 那做了什么事情 他是桃圆市议员 为桃圆市做了什么事情 呃 不关心桃圆市 不关心桃圆市的情况 呃 反而对两岸关系指指点点 反而成天在那个抹黑 被大使造谣攻击大陆 搞仇宗反忠 这样的人 妈就是个垃圾 呃 他还是纳斯人选上的 呃 他身边还有很多粉丝 他网上有很多粉丝 那就这样的人还有粉丝呢 是一群什么什么货色 是群什么垃圾聚集在他 周围呀 敢于听从他的 他的命令 听从他的 呃 口号宣传 这样的人在那个担任公职 担任公职人员呢 就是在浪费纳斯人的 纳斯人的金钱 所以呢 他被罢免呢 我我 我看呢 就是活该 不仅 这罢免呢 已经算是罢免词了 应该早点把他罢免 他做了什么事 在议员的任内做了什么事 每天不务正业 可是呢 议员 议员在台湾的议员我不知道 呃 能或能一年能赚多少钱呢 但是 呃 按照那个香港的 有好几十万港币的 我想台湾人也不会差了 也应该有好几十万吧 这是我的推测呢 就算没有好几十万 但是他也应该有 有一笔相当不菲的收入吧 拿着公家的钱 他做什么事了吗 干什么事了吗 他议员为民发生了吗 他有什么资格当这个议员 就这种获涉呢 早就该被罢免了 呃 我 从这件事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呢 呃 但是呢 我还是想强调一下 呃 大家也不要太乐观了 呃 王霍宇呢 虽然议员被罢免了 但是 人家可以选 立法委员了 可以去选立法委员了 当了立法委员可以 可以正大 冠冕同行正儿八经的 正大光明的去 呃 谈论这个两岸关系的话题了 反正在这种呃 仇中 反中这种气氛下呢 当立法委员呢 也 也不是没有可能了 尤其是在 尤其是在民进党的支持下 那也不是没可能了 呃 呃 不要觉得这不可能发生 你想想 呃 当时那个 呃 高雄市选举 那个 那个 陈其迈选败了 嗯 选败了去哪里 去了行政院 然后呢 那个 呃 苏贞昌呢 苏贞昌在那个 和和那个 和什么来着 竞争那个新北 选败了 结果当了行政院长 你从这两个这两个人的经历来看 呃 尤其的王浩宇他不会呃 东山再去 东山再去去选那个呃 立法委员嘛 这肯定 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相当有可能的 所以呢 大家还是要谨慎 不能盲目乐观的 对于这种 呃 在岛内呢 是非不分那种 不正常情况下呢 群魔乱舞的情况下呢 大家 不应该盲目乐观 这是什么奇葩事 都有可能发生的 呃 这是王浩宇被罢免 这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呃 第二件台湾新闻呢 就是 博恩 博恩叶叶秀 那个主持人呢 曾博恩 在 节目中呢 他说那个 呃 台湾呃 进口萊猪呢 我们不敢吃呢 那就 制作成肉松 让大陆 让中国人吃 那 他这 发表这个言论呢 发表这个言论之后呢 那下面的观众呢 一片掌声 欢呼雀跃 和他妈的 呃 打了鸡血一样 欢呼雀跃 欢呼雀跃 呃 作为主持人呢 呃 尤其是这种网络节目的主持人呢 他时常 发表一些争论性的言论呢 呃 我想呢 他就是主要是为了 制造议题嘛 然后来 争取流量 这种 呃 拿无知当有趣 拿 下践 呃 做卖点的人呢 这种无底线的行为呢 实际上 呃 对于台湾的主持人呢 来说呢 这已经是很正常了 为了博取眼球嘛 这种无底线 无杰 无杰超的这种 呃 作为呢 已经司空见惯了 好像 呃 这件事情在台湾呢 好像 也没什么反对的 好像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 你从中可以看出呢 呃 我们的台湾人呢 是不是已经太麻木了 对这件事情 从中也可以看出呢 当当时呢 呃 呃 白小燕 那个 呃 著名艺人吧 白小燕的女儿呢 被绑架 然后被杀害了 和那些 和那些 和当时岛内的媒体呢 呃 呃 真相 真相那个抢卖点 抢热点 博眼球呢 是脱不了干系的 你你你 那个比较这两种行为啊 你你就可以看出呢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 台湾的媒体啊 那种无底线 下作 无底线下作这种行为啊 已经是 其来有致 是有着 有传统的 是有着光荣传统的 对于这方面呢 呃 已经他们 呃 台湾人呢 我想 反对的人 很少 我想他们是不是已经麻木了 然后最让我偷恨的就是那些 他发表这番言论之后呢 下面给他鼓掌 呃 欢呼雀悦的人 这这这还能称作人吗 称作人吗 在下面做的那些 简直 简直是一群畜生嘛 一群丧尽天良的畜生嘛 你们还可以称之为人吗 妈的 就是在 就是在这种台 台独仇宗教育下 成长起来的 就就这些 就这些货色 还能称之为人吗 和你妈的梦想 见了见台湾国呢 我吵 就你们这屌样子 还见什么台湾国 妈的呃 面对蔡英文的独裁统治呢 你们一声不吭 无言必息一声不吭 啊 只知道在这用 制造这种言论在这儿 自娱自乐 你妈的算什么 这个算什么台湾公民呢 你们还想独立建国呢 就这种屌样子 还指独立建国 建什么国啊 简直简直就是一群垃圾 然后我劝呢 呃 还有点那个良知呢 还有点判断能力的台湾人呢 我想呢 这种垃圾节目啊 就不要看了 坚决不看 像呃 台湾这种垃圾节目啊 我想啊 呃 多不胜俗 那 我劝那个 呃 我劝那些呃 有良知 呃 有点判断能力的 台湾青年的 应该 不要看这种节目了 多 呃 多长长见识呢 看看国外是怎么说的 呃 沉迷于岛内那种 民进党制造的幻觉 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呃 首先是讲了一下 呃 江峰时刻和猫神 对于这些人呢 对于这些反人们呢 呃 如果他们被封杀呢 我一方面是高兴 另一方面呢 也感到 有点 呃 惋惜 觉得以后 可能没有这 这么热闹的场景了 对于台湾这两则新闻呢 呃 我觉得王浩宇被罢免是 是理所应当的 对于博恩夜夜秀呢 我觉得是 这种 无无解操 无无底线的行为呢 是 非常令人痛恨的 也 那些台湾呃 有 见识的 有判断能力的人呢 应该 少看这种节目 不看这种 坚决不看这种节目 他不就是靠着呃 制作呃 自 靠着这种言论来那个 博取眼球吗 那就不应该看这种节目了 这种节目他妈的有什么 有什么价值的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呃 感谢大家收看的 希望大家踊跃订阅 希望大家踊跃订阅 好